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三苏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宋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名扬天下了 那么父亲苏巡被称为是老苏 长子苏东坡呢 被称为大苏 四子苏哲 那则被称为小苏 这三父子啊 虽然都出生在梅州 但是对祖籍地鸾城 那是一直念念不忘 他们在自己的诗词 书画 这个上面书名啊 经常熟的是赵郡苏巡 或者是赵郡苏氏等等 那么历史上的梅州 是人文汇翠之地 自古以来是人节地灵 那么在苏东坡生活的两宋期间 共有886人考取晋士 史称啊800晋士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晋士之乡 那么下纹